大家好 欢迎来到了创意世界 今天在创意世界里要为您推出的是这一条双链珠手环 这个双链珠你可以排两排珠珠或者四指排一排就好了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一条两排珠珠的 然后外面我们要用白色的 所以我们会需要59条白色的彩虹圈 那中间这个珠珠呢 我们会需要22条 那材料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哦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要把彩虹编织器 设置成这里有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 这个红色箭头要往外面指 首先呢 一条白色的彩虹圈 然后一条从中间到右边 中间往上 然后继续往上排 那这个动作一直排 排到最后倒数第二个 好 那我们排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收进来 好 那我们排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收进来 收到中間 右邊也是一樣 收到中間 中間這裡往上 爬到最後一個 我們現在邊邊排好之後 我們要排中間的這些珠珠 這個彩虹圈要把它穿到珠珠裡面去 如果你有小一點的編織棒 你可以把它放在編織棒上面 然後拿一條彩虹圈 放在編織棒上面 然後把珠珠搬過來 把它掛在這邊 然後一邊放一個珠珠 那中間這裡你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或者是 你可以把中間一條搬過來這裡 這樣它會幫我們固定住 那我們繼續做這個動作 一直做 做到最後這裡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比較小號的編織棒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用手做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把一個珠珠放在手上 然後就這樣穿過去 然後它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再拿一個珠珠 然後穿過去以後呢 把這兩邊拉著 掛在這裡 這樣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是有這個小號的編織棒比較方便 這個編織棒很便宜 你可以在一般商店裡都可以買得到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往下做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往下做 等下 好 那我們現在珠珠都排上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回來這裡 到最後這裡 拿一條彩虹圈 放在彩虹棒上面 轉一圈 它就會變成兩個小圈圈 放在彩虹編織器上面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它轉過來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做編織的動作囉 這個編織的動作 跟我們的三連的單式手環是一樣的 從這個小圈圈進去 把最上面一條 這一條是從中間來的 所以我們搬出來以後呢 往前掛到下一個 再回來這裡 下一條應該是左邊來的 所以搬出來以後呢 掛到左邊 然後最後一條是從右邊來的 然後最後一條是從右邊來的 所以掛到右邊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往前做 把所有的連起來 連到最後 把最下面一條拉出來 把最下面一條拉出來 往前 刮到下一個 那我們現在就要加快甲鋪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加快甲鋪了 然後再往上 再加快甲鋪 再加快甲鋪 好,我們現在編好之後,把彩虹棒從最後這裡放進去 把一條彩虹圈從這邊抓過來 兩邊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搬進來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輕輕的把它抓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雙鏈珠手環 那我們手環的部分做好之後,現在我們要做延長線 那延長線呢,我的size是9條 所以我們一樣從下面這裡往上排 記得紅色箭頭要往外面紙 拿單條的彩虹圈 繼續往上排 排到你想要的長度 好,那這是我的size 排好之後呢,我們把手鏈拿過來 掛在這裡 往上掛 那現在我們就把彩虹編織器轉過來 然後把它連接在一起 一樣從最下面一條拉上來 往前掛到下一個 那繼續做這個動作 一直做做到最後一個 那我們現在就要加快腳步囉 好,這裡做好之後呢 我們要拿一個扣環 然後扣在這裡 記得兩條都要扣上去 扣上去之後我們就可以輕輕的把它繞出來 那現在我們要把另外一邊 另外這個尾巴這邊有兩個小圈圈 把這兩個小圈圈放在你的手手上面 輕輕的掛上去 那這樣子我們的手環 雙鏈珠手環 就完成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點一個讚喔 謝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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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